草包软蛋窝囊废 在下的气度都到哪儿去了 看着他真是瞎了眼了 传直将他千刀万剐 无马分尸 天作孽有可为 自作孽不可活 心狠手辣不择手段往上爬的杨县 终于被李善长和胡为庸扳倒 扬州任上的七军往上 中书省左丞相任上的目中无人 到底让杨县走上了不归路 我们一直都在强调 得意时多想想失意的落魄 失意时多想想得意的犒劳 就杨县而言 大获圣宠的同时 就已经让自己成为了满朝文武的极度对象 极度衍生仇恨 仇恨就能衍生杀星 可尽管如此 杨县还是仰仗圣宠 一直没有停止对淮西集团的进攻 于是杨县收获的仇恨更胜 今日之后果也变成了意料之中的事情 其实风光无限的杨县 如今被吓成了一滩烂泥 我的今日就是你的明天 说得好 说得我心里一样 自自的 可惜的是 我能看到你的下场 你却看不到我的将来 杨县之后 朝廷唯有胡维庸能够待之 更何况 胡维庸查出了杨县这样一个犯下滔天大岁的奸臣 朱元昌定会有所奖赏 只是刘伯温早就对胡维庸有过评价 才能气量都够格 可就是心性暴躁 行事刚烈 恩怨必报 这样的人一旦走上相位 定会落得杨县一样的下场 尤其注意胡维庸那句 说得我心痒滋滋 胡维庸最后死于蚊虫叮咬 可不就是活活阳死吗 奈何 胡维庸到底胜了杨县一招 杨县先得意 但却也先倒台 胡维庸最起码看到了杨县的悲惨下场 满足了自己恩怨必报的心性 被杨县欺骗的朱元璋 自觉丢人现眼 甚至被窝囊到哭了鼻子 但很快 朱元璋就又恢复了往日的暴力形象 并痛定思痛下达了这样一道命令 如果你在全国范围内 挑选几百个干才 这些人必须要年轻忠诚 而且还要大大心狠 有你把他们组变成一支秘密队伍 就叫锦衣卫吧 锦衣卫 延训之后派往各处 充当探索和眼线 专门监视那些三平以上的文武大臣 包括皇亲国戚兵官大力 甚至连咱的儿子 秦王晋王燕王 他们都可暗中监视 大名赫赫有名的锦衣卫部队 就此诞生 皇权集中的程度又向前大大迈出了监视的一步 那么 朱元璋想让锦衣卫干什么呢 充当谍报人员 朝廷上下一切的一切 他都想知道 都要掌握 有人说朱元璋疑心太重 还有人说半君如半虎 对于朱元璋这位皇帝而言 更是如此 可朱元璋又有什么办法 他想重用能臣 更想尽快恢复国力 可从李善长到阳县再到胡为庸 都将精力用在了朝堂争夺上 甚至连自己的皇子都在暗中培植兵马 拥兵自重 锦衣卫的创设当然算不得历史的进步 但试问 哪位皇帝又没有自己的谍报系统 又不想掌握朝廷内外的实际情况呢 阳县的事情以后 朱元璋一直闷闷不乐 不是因为阳县的欺君 也不是因为朝廷失去了一位能臣 而是因为朱元璋一直不知道要如何处理 牵扯到阳县案的刘伯芬 趁机微服出宫的机会 朱元璋主动提起了阳县案 当局者迷 旁观者轻 阳县这件事情 咱就是个当局者 伯温啊 你也该说点什么了吧 帝王心术朱元璋深谙其中 语言易术朱元璋也丝毫不差 既然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情 朱元璋将自己说成是当局者 又让刘伯温说点什么 那就是将刘伯温当成了旁观者 可在阳县案中 刘伯温真就是旁观者吗 很明显 这是朱元璋给刘伯温的机会 想让刘伯温主动请罪 好在刘伯温一直都在等着这个请罪的机会 臣恳请皇上 若论语言易术 刘伯温当然更甚于朱元璋 刘伯温的这句话虽然是请罪 但却将自己和阳县之间的关系 用两个曾经高度概括了 啥意思 阳县的过去和我有关系 当过我的学生 受过我的举荐 可这一时期的阳县没有犯错 也没有机会犯错 可自从阳县升任扬州知府以后 我和阳县便再无关系 刘伯温也是人 也怕死 也想尽可能撇清自己的罪过 只是 刘伯温的心思一下就被朱元璋看破 只让刘伯温撇清自己的罪过 他还如何拿捏刘伯温 刘伯温认为 阳县公民之心太盛 欲民之策太狠 逢迎之术太过 能有今日之下场 实属罪有应得 可朱元璋听到逢迎二字 便又立马开启了猜忌 这句话有着明显怪罪意思 逢迎之风但凡能够盛行 那就一定是因为逢迎对象的实际需要 你这是摆明了说 朱元璋就是培养奸臣小人的始作俑者啊 关键来看刘伯温如何解释 肯定朱元璋强调 奸臣之逢迎之术的防不胜防 从而撇清朱元璋的责任 当然仅仅这一句话还不行 因为杨县的所作所为和朱元璋 有着太多的直接关系 刘伯温还要精准控制一个度 那就是不替杨县说话的前提下 肯定朱元璋的诸多做法 杨县制扬州就是一个突破头 杨县在扬州任上虽然欺君 但扬州确实得到了迅速发展 并很快成为天下州府恢复发展的排头兵 所以刘伯温认为 杨县虽最大恶极 但仅此一点功不可没 只是这项成就最终要归功于谁呢 自然是朱元璋 自然要归功于朱元璋当时的识人之名 也就是说朱元璋并没有错 只是杨县没有把持约束好自己 最终走向了覆面 好了朱元璋的责任被全部撇清了 接下来要解决刘伯温的问题了 刘伯温的罪过何在 可朱元璋想来想去 愣是找不到刘伯温欺君的地方 压根就找不到理由杀了刘伯温 可有过不能不乏 朱元璋将这个治罪的机会给了刘伯温 朱元璋会不知道刘伯温会如何处置自己吗 他当然清楚 这就是马皇后给他的嘱托 就是马皇后想要完成的自己五年前的承诺 想当初刘伯温送马皇后五个桃子一枝桃叶 就是想提醒马皇后五年之期限也到 老臣应该落叶归根了 而马皇后努力无果后 却给刘伯温送去了一枝烤糊了的烧饼 意思是事情办砸了 归箱烤糊了 刘伯温执意要走 马皇后又有嘱托 朱元璋就只想在最后努力一次 朱元璋为何始终不愿放刘伯温归乡 作为大明的开国功臣 刘伯温若无措就遣送回乡 那就是朱元璋寡恩薄情 就会背负上吐死狗烹的罪名 只是现如今刘伯温有了罪名 再加上马皇后的求情 朱元璋终于不再坚持 也罢 皇上从来不求人 有道是 君子绝交恶言不出 忠臣去国 不污其名 君子绝交恶言不出 忠臣去国 不污其名 最懂朱元璋的是刘伯温 最懂刘伯温的又何尝不是朱元璋呢 刘伯温听旨吧 着际剥夺刘伯温所有的职贤俸禄 欠归乡里 种地自养 生死又天 刘伯温想要的结果 朱元璋到底给了 可刘伯温真就能一走了之 真就能如愿归乡养老远离朝廷 朝廷纵有李善长胡为庸这般能臣 但这类能臣始终未能放弃党争 唯有刘伯温能够实心实意办差 能够一禀大功办差 能够真正为了朝廷 为了公正 为了大明王朝的稳固 和天下百姓的安乐办差 朱元璋离不开刘伯温 大明朝也离不开刘伯温 刘伯温还会回来 只不过将刘伯温逼回来的方式 却再次彰显了朱元璋的超凡心术 值得我们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